2023年5月德國巴伐利亞 三年的等待我們終於迎來COVID-19結束之後的第一個長途旅行 旅行的主軸是位於德國巴伐利亞邦 俗稱羅曼蒂克大道上的各個古老的城堡和城市 小驅知名的景點有班堡、紐倫堡、羅騰堡、新天鵝堡、楚格峰和奧地利的英治布魯克 最後再回到慕尼黑就要回家了 這個企劃耗費了喵喵兩個月的時間安排行程、訂房和租車 我們搭乘長途航空BR71台北直達幕裡面的班級 總飛行距離11484公里 飛行時間13個小時49分 漫長的旅程即在狹小的空間上不太好受 看著空姐替電動牙刷找主人也變得有趣了起來 航機在四萬英尺的高空 以每小時831公里的速度前進 到慕尼黑前的兩個鐘頭開始供應早餐 代表我們距離目的地正切 旅程7點多 慕尼黑陰天氣溫21度 巴帕利亞是德國第二大的幫 首輔慕尼黑 遠在避入德意志帝國之前 巴帕利亞曾經是個獨立的王國 有自己獨特的傳統和文化 倒數的第二任國王就是以建造新天鵝堡文明的奇兆人 路德維西二世 機場的內裝就像是一個大型的內裝 車站和租車櫃台位移均面外 穿過這個可愛的廣場就到了 今天的行程計畫是由機場開車前往斑堡 之後再回到紐倫堡住宿 德國的高速公路並不是全部都是無數線 大部分的路段是時速120或是100 到斑堡的路上微微肚子餓了 休息站的麥當勞成了我們的第一餐 這一段影片的拍攝背景是 回車上拿鈴錢因為上廁所需要的 要多少呢?不告訴你 斑堡位於羅曼蒂克大道的最北端 從它開始是個好選擇 至少我們這麼認為啦 廣場所以某团像貝克到剛才 Bahn 叫做是聯合國的世界文化允產 山寶的城市歷史有1000年 很幸運的在1945年歐戰結束的末期 並沒有被戰火波及 太可愛了 129個 這個高高的 戴高帽子的對象 眼前就是建立在尼格雷茲河上的老市政廳 這個位於河中間的建築物 幾乎是這個城市的地標 在這一次旅行中 發現每個老城市都有一個金屬座的城市模型 眼睛不方便的遊客或許能透過雙手 來感受這個城市 安貝格是德國現存最大的老城鎮 擁有古老的建築物1000多多以上 這支影片比以往的都還要長 因為某些片段刻意的不剪輯 就讓它一盡到底 陸地是為了能夠呈現最真實的旅遊感受 彷彿你也和我一樣走在這個石板路上 河邊的建築物和河水相互映照 讓這裡有小威尼西之稱 比例的 大陸 排列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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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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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來吧,來吧,來吧 繞成石板路月兒的聲音 陽光,可愛的遊客和商店 走在歐洲的路上 彷彿過去的三年的風景 從來不肯轉轉 如果去參閱旅遊資訊 可以發現 班貝殼可以玩的地方非常的好 愛於時間有限 我們也只能輕盆點水室的在重點逛逛 下面那個就比較像 你看 等一下坐給腳踏車的 我們很幸運地在拜訪主教教堂的時候 偶遇了巡樂團的彩排 今天是星期六 像馬丁教堂前的開商 現在這裡變得好熱鬧 今天是星期六 像馬丁教堂前的開商 看起來像個教堂 看起來像個教堂 我們沿著路一直走到老城區的邊緣在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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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塊兩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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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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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